手拿著金牌 有著陽光般燦爛的笑容 他是阿美族的陳傑 父親是阿美族 媽媽則是排灣族 外號無賊的陳傑 今年就讀臺灣體育運動大學二年級 高中才正式接受田徑訓練 不到三年的時間就結出了成績 在二零一一年的臺灣國際田徑邀請賽 跑出金牌 同年的亞洲田徑錦標賽 獲得銅牌後 更在今年的全國大專 運動會四百公尺跨欄項目 以四十九秒六八 達到奧運B標 不僅打破大會紀錄 同時為自己取得一張進軍倫敦奧運的門票 省展超熱身 將跨欄擺設好 這是陳傑每天必要的訓練 其實陳傑並不是從小就練習田徑 不過陳傑的父親陳光明 曾經是一百一十公尺國內的跨欄好手 在父親的耳濡目染之下 也訂定了良好的基礎 也讓陳傑立下向父親看齊的志願 上上奧運舞台一直是陳傑從小的夢想 拿到奧運資格 當下內心的喜悅 看著陳傑在頒獎台上 燦爛的笑容就能感受到 以平常心就是不要去計較自己第幾名 就是享受那個跑得快樂就好 就能為臺灣盡一份行李 當然是很開心 穿上臺灣代表隊的衣服 那是更大的光榮 距離前一次國內男子四百公尺跨欄項目 參加奧運已經是兩千年雪梨奧運的事情 由同樣是阿美族的好手陳天文代表出戰 可惜最後未能晉級 相隔十二年有了新一代的繼承人 才大二的陳傑能夠獲選國手資格 他相當興奮 也表示未來還要加強努力 希望能夠打破偶像陳天文所保持的全國紀錄 射箭新秀林佳恩 他是來自新竹縣兼十鄉的泰雅族人 目前就讀國立體育大學一年級 國小開始接觸射箭 國中展露頭角 在二零零九年亞洲大獎賽獲得團體銅牌 二零一零年亞洲大獎賽獲得團體第四名 二零一一年市井賽獲得團體第六 二零一二年獲得世界盃個人銅牌以及團體銀牌 從高中開始林佳恩 向來是團體賽的最後一棒 這個吃力不討好的角色 林佳恩卻享受這個感覺 也肩負起擔任國家隊的責任 我現在是國家隊 然後我有這個任務在身 所以我要盡全力去完成 然後在這段訓練當中 然後我要更努力 林佳恩與陳傑兩人雖年僅二十歲 不過也因為過去 都有國際大賽的經驗不會卻場 反而興奮 談起奧運兩人各有期待 然而人生當中有幾個四年 能夠有機會登上運動員的最高殿堂 他們年紀雖小 但卻膽大 希望能夠以平常心 面對人生的每一場挑戰 記者 整理報導 記者 整理報導 到達到